各位读者邦晚好 欢迎收看2018年3月14日光华 夜报抢先看 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 宣布JJPTR解救普通人死亡 创办人兼公司董事李忠胜周二淡定上庭 他否认向大马公司委员会呈报假资料 以注销公司注册的指控 面对媒体的提问也表现高度的配合 他说 不后悔经营JJPTR 也没有欺骗会员 在扣留期间深思人身后决定不会卷土重来 国际消息 中国东晚一名妇人抱着仅三个月大的外孙女散布时 外孙女惨遭一个从天而降的苹果击中 导致头脑严重挫伤 右侧头骨粉碎性骨折 脑内大面积出血 虽然孩子随后被宋院抢救 为至今人生命垂危 美国德州首府奥斯丁近日接连发生三起包裹炸弹案 酿二死二伤 由于死者和伤者是非一汉拉丁裔美国人 且犯案手法类似 警方朝种族仇恨方向调查 娱乐新闻 37岁的荣祖儿育 41岁刘浩龙交往 5年多 近期两人久为合体传出恋情亮红灯 南方日前出席活动否认分手 不过香港媒体再报两人确实分手 由于外界级长被压力太大 加上双方为未来规划不同 两人去年底已达成共识和平分手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 预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 阅读愉快